大家好我是FM 今次是說如何在網上訂票看電影 今次試了一間新開的小龍蝦店和藍油夜市 因為這套流浪地球2原來很大製作 但我錯過了在香港上映的時間 所以就上大陸去看 先去百度下載圖票票這個APP 之後你可以找回你想看的電影 它會指示有哪支戲院製作 列出兩間戲院 它有地址 看看地址適不適合你 之後看看播放的時間 然後就可以選擇你座位 紅框裏面是最佳位置 當你選好座位 還有你要買多少張票 之後就可以付錢 然後付錢後 它就會馬給你 然後你就把圖採取了 去到戲院有部換票機 你就可以採取這個馬 然後換兩張票就可以入場了 我預約這次戲票 就是在藍油信和廣場 我們先吃了酸菜魚麵 才入場看戲 這裏就是魚餌在一起 一個是檸檬酸菜魚 另外一個就是藤椒酸菜魚 這個就是藤椒炸雞 餐廳有免費白飯和酸梅拖供應 自助的 這個選餐非常方便 吃飽就由F1地鐵站走回華映信和景城 吃飽就入場看戲 看了三個小時 差不多看到五點就出山場 沒看的話 看看還有沒有飛駛 盡快去看吧 好正啊 看完戲之後沿著這個地圖 就去到蝦王道 剛剛看完戲 在藍油在逛街的時候 見到這間叫蝦王道 他剛剛今天是第一天開張 他見到有閃花牌 今天是做小龍蝦 他主要買小龍蝦 就是一節 今天是五點四十五分開始營業 我們就排隊 等入場試新夜 是很難得遇到這樣的機會 而不需要排好長龍 裏面做裝飾 這間餐廳就有二十年歷史 也有不同的分店 這間蝦王道 他用的青島是用白啤 那喝出來的味道有甜 還有有香 那不是到處有得買 剛剛來的這個就是轉龍蝦 都幾大碟 一斤幾多 那我叫了三款 現在來了第一款 接著就看看一會兒 那兩款是怎樣 那些蝦仔都幾大隻 每台限叫三斤小龍蝦 想不到這個毛豆是很好吃的 下面的黑色是黑醋 有蒜蓉 辣椒 然後做完之後 那個豆是脆的 而且很香 很好吃 下次我會學一下他這樣做 油爆小龍蝦 好了 第二個油爆小龍蝦仔就來了 這條已經被我們清掉了 因為不是很多隻 有很多隻 但是每一隻都是那一粒仔 這個是清蒸 這是一斤的清蒸龍蝦仔 這個清蒸龍蝦呢 是配了一個蒜頭黑醋 其實一斤的小龍蝦 撕掉了不是很多肉 那你見了呢 現在它是在鞭石那裏 撕了一糕 那在上面呢 就撕開了那些蝦殼 撕了之後呢 就是只有那麼多肉 但是呢 很高 這個不甲魚呢 就是把魚炸香了之後呢 就用筆架 浪糕 那它一點都不適合的 所以我不知道它炸還是焗的 但是這個菜呢 就真的好能要 今餐吃了這麼多東西呢 折了之後只有132元而已 到我們吃飽了酒之後呢 仍然是很多人在等位 準備入場 圖見到這個十字呢 就是夜市食街的位置 現在見到這間店呢 是東北燒烤 叫做花椒千莓 我很想試去雞部 今次來這裏呢 才知道是晚上那麼旺 剛剛我們吃飽呢 走過這條街呢 原來晚上是一條吃街 開了出來 很好 很好風味 還有很多款的食品可以選擇 有不同的水柱柱啊 串椒啊 牛啊 豬肚雞啊 泥爐烤肉啊 這樣樣樣樣都有 接著還見到這個鮮釀啤酒 我們已經買了這些來試的 這個價錢牌呢 就是這間啤酒店的 自己釀製的啤酒來的 那呢 見到一間呢 是賣啤酒的啤酒店 那裏面呢 就有很多 自己釀製的 原漿啤酒 那我今天呢 是選了一隻 青島原漿 還有呢 一隻 百香果的啤酒 那是2.5%的濃度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不同Size 那我500ml呢 就是這個Size 那買酒 好 我就是買了這隻青島的原漿啤酒 還有這個 八香果 小麥啤 那這個呢 甜甜的 一陣子 那夜晚呢 原來這條街呢 很旺的 除了有舖頭的食店之外呢 那裏呢 也有那些小販檔 開始出來擺賣了 好了 我們過去看看 這裏有很多一串的食物 他要幫你去吃的 那這裏看了這麼多款信呢 你可以搬個烤機 又甚至有個袋 把你想吃的配料下去 給老闆呢 就幫你用麻辣醬來拌勻 這一座呢 是大條火 用著南遊的事呢 就可以衝去南門一湯 在這個時候呢 店舖剛剛開始開動 等於沿路呢 你是可以去到 南門一湯對面的巴士站 乘回二、四、二或者一、三 三個站後 就到深淨灣口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按訂閱 讚好 和分享 我會繼續為你介紹美食美景 和打卡熱點的 好了 拜拜